长脚痛是新生而常见的一种状况,新手妈妈会因为宝宝长脚痛而特别的担忧,怕会威胁到宝宝的健康。 其实,大多数宝妈对长脚痛有错误的理解。 接下来带领宝妈们学习一下有关宝宝长脚痛的相关知识。 1.长脚痛的定义 大多数宝妈认为长脚痛是一种疾病,其实不是的,可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到哟,长脚痛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状况,并非疾病。 宝宝会出现长脚痛是因为出生后,消化系统和肠道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,对食物无法正常的消化和吸收,容易出现长脚气,引起急性腹痛。 3个月以内的宝宝容易产生这种症状,少数的会延长至5个月。 不过,等宝宝长大了,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发育完善了,长脚痛的症状慢慢就会得到缓解。 2.怎么识别 1.宝宝持续哭闹 家长如果发现宝宝持续哭闹,不微微鼓起,并且在夜晚时哭闹变得更加强烈。 2.这种状况下,家长可以断定宝宝是坏有长脚痛了,有的宝宝哭闹时不容易安抚。 直到没有力气或者是排便,排气后才会安静,严重的宝宝会突发性尖叫,大哭,有的还会满脸通红或者发白。 如果是这种情况,家长要及时带着宝宝就忍。 2.吃奶时肚子叫,宝宝吃奶的时候,肚子会一直咕噜咕噜的叫。 这说明肠的功能受损,不能将食物很好的消化和吸收,出现肠蠕动异常的状况。 这说明宝宝很可能是肠脚痛了。 3.大便不规律 有的宝宝大便次数不规律,有时大便比较稀,会出现气泡。 这种情况说明宝宝是长脚痛。 3.怎么缓解 1.按摩 当宝宝出现长脚痛的时候,可以用按摩的方法来缓解宝宝的疼痛。 将宝宝平躺下来,家长在给宝宝按摩前,要先将双手搓热。 1.然后顺时针地揉宝宝的小肚子,包住气体的排出。 2.采用正确的喂养方式 对于有肠脚痛的宝宝,建议摩入喂养,能缓解肠道不适等症状。 宝妈在给宝宝摩入喂养时,要采用正确的哺乳姿势,避免气体和奶水同时进入到宝宝的胃中。 对于情况严重的宝宝,家长要带着孩子及时就诊,并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,避免孩子产生其他的不适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